小气叫叫,铁皮人容易出品 自然界每天都要制造气体 有些气体会让地球变得越来越热 我们把这种气体叫做温室气体 如果温室气体越来越多,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们来试着焯空气里吐一口气 把它叫做艾尔,让它飘起来吧 艾尔飘啊飘,来到城市里 城市里的汽车和工业烟囱排放出好多好多的废气 真难闻 哼,废气一下钻进了艾尔的身体 于是艾尔变大了一些 艾尔继续飘,来到了畜牧场 动物们成群结队 一边吃东西,一边,呃,放屁 一只奶牛放了一个大大的屁,钻进了艾尔的身体 艾尔又变得大了一些 艾尔继续飘啊飘,飘到了海边 太阳照在海面上,大量的水汽向空中蒸发 水汽门纷纷地钻进了艾尔的身体 艾尔变得更大了 越来越多的气体钻进了艾尔的身体 艾尔变得越来越大,飘得越来越高 一架飞机从艾尔的身边经过 飞机排出的尾气,一下子就钻进了艾尔的身体 艾尔变得好大好大呀 艾尔不停地飘啊飘 它每到一个地方,气温就会上升 积雪也会融化 后来,艾尔来到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艾尔觉得累了,好想停下来休息一下 但艾尔一停下来,片面就开始融化 企鹅们住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小 艾尔好想说,它不是故意的 艾尔越来越大,越来越热 艾尔身体里的气体,它会把它带到哪里去呢